我的智商一百 给你一百本寒假作业礼物 我的智商是八十 给你八十本寒假作业礼物 我的智商是零 那大龙没有寒假作业礼物 耶 太棒了 大家快坐吧 坐不完不能离开 老师 我写完了 我也写完了 小火车来了 你们可以去下一个王国继续要礼物了 好 老师 我怎么坐不上啊 不应该啊 大龙 你的智商真的是零吗 是啊 其实这个零是我自己改的 我可不得告诉老师 既然这样 那我就输入密码把你送上车 可不能撒谎哦 知道了老师 出发下一站 数学王国 数学王国 我们来了 怎么是糖果王国呢 没错 就是我 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美味糖果 那我智商一百 请给我一百个糖果礼物 给你 我智商八十 请给我八十个糖果礼物 给你 那我智商是零 不就没有糖果礼物了吗 没错 就是这样 真是太可恶了 早知道就不把智商改成零了 下一站 好像是辣条王国 我们快去吧 嘿嘿 没吃到糖果 辣条我一定要吃的 我把智商改成两百 大龙 你忘了 老师说了要诚实 你这样是不对的 哎呀 没事的 没事的 辣条国王 我们来了 啊 怎么是古诗国王 是我怎么了 妹妹智商一百 就背诵一百首股诗 这是你的股诗卡片 乐乐智商八十 背诵八十首股诗 大龙智商两百 背诵两百首股诗 一百首对我来说很简单 呃呃呃 去向向天歌 妹妹背得非常不错 任务完成 接下来乐乐 没问题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乐乐任务完成 大龙 只剩你了 快点背两百首股诗 这么多 我背不完呢 不行 我要重新把智商赶回零 我赶 天呐 我的智商怎么变成两千了 大龙的智商又变了 那给大龙你两千张股诗卡片 两千 哼 我不背了 不行 背不完就不准离开 你这个股诗国王欺负人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股诗国王居然让我背两千首股诗 黄精灵 你快帮帮我 我才不帮呢 为什么 因为大龙你不诚实 还贪心 为了不写寒假作业 把智商改成了零 又为了多吃辣条 把智商改成了两百 这是对你的惩罚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我现在就好好背骨石 诚实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不要下大龙学习哦 我们下期再见